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得不说韩雪要不就不发力 一发力就一鸣惊人 要知道 腾讯卫视的代言人仪式都是男性 这次韩雪可是第一个女代言人 不仅仅这样 韩雪还是第一个首位 拿下腾讯双代言的明星 对于韩雪跟腾讯的合作 小编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大家应该还记得韩雪在身临其境中的表现吧 相信看过节目的小伙伴都被她的哭声震撼到了吧 韩雪作为演员 不仅演技一直在线 各项新技能也在慢慢的解锁当中 在游戏里 他还将承包11种配音 想想都很激动 在游戏里 不仅配音升级在线江湖 韩雪还将再次以歌手的身份出现 演唱他代言的网游灵山奇缘的主题曲 还记得子好男中的现场 就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不仅这样 除了演员和歌手的身份 韩雪还将解锁他的另一种身份 作词者 这次韩雪将亲自为灵山奇缘作词 好期待 不知道韩雪的文笔会不会像他的声线一样 带给我们惊喜的 值得期待的就是韩雪演唱的主题曲 灵山奇缘的MV就要上线了 好期待的 韩雪不仅一举拿下了腾讯的双代言 前阵子还成为欧莱雅集团下顶级奢华品牌克莲娜的首位品牌大使 还有前两天被邀请参加北京百年零首表品牌的活动 那么问题来了 韩雪究竟靠什么得到腾讯和那么多品牌的青睐呢 除了实力 大虎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我们都知道韩雪不仅高颜值 还可以任意多同身份的随意切换 能够获得这么多品牌的青睐 也是在意料之中的